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表示第一年在雷霆所打的位置并不舒服 以西级的去年和奥拉迪波打包交易 来到印城的小萨 出来乍到 人生的不熟 说话总是小心翼翼 他和奥迪在去年的休暂期一起艰苦训练 瘦身成功 被称为苦恋兄弟 一年过去了 小发不仅在步行者打出来 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成绩 还赢得了印城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在今日的训练营中 小发认真积极 得到了教练和队友的好评 步行者对媒体运和赢 去年我来的时候 我很紧张 对新的球队 这所有的一切 今年我认识所有的人 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在这里 感觉非常棒 说起今年的训练营 小萨告诉腾讯体育 我感觉每天队友之间的化学反应都更好了 大家都凝聚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训练 这非常有趣 步行者刚刚宣布执行小萨伯尼斯 到2019到2020赛季球队选项 上赛季 小萨作为第六人出现在步行者的阵容里 场均得本11点6分 7点7个篮板 今年 小萨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未可知 但根据主教练麦克米兰透露 小萨和特料的在新赛季的配合会更多 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否会变 我现在只想在这里 更加努力的工作 更加努力的训练 尽我最大的可能 说起新赛季 小萨充满期待 我希望就是和球队一起走得更远 这是我的主要目标 希望尽可能走得更远 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我们希望可以一起赢得胜利 期待明年中国篮球世界杯 渴望为立陶宛争光 在今年夏季的篮球世界杯一选赛中 步行者有三名球员代表国队家出战 代表立陶宛出战的小萨伯尼斯 代表克罗地亚出战的 国阳伯格达姆维奇 以及代表加拿大出战的 克里约瑟夫 小萨曾多次向媒体表示 能够像他负旗老萨伯尼斯 一样代表国家队出战 是一种传承 也是他的荣幸 今年7月 22岁的小萨伯尼斯 带领立陶宛队 先后战胜波兰队和匈牙利队 并在对阵波兰的比赛中 拿下全队最高的17飞机篮板 前不久 立陶宛已阵组第一名 把圣灵父的好成绩提前晋级 虽然小萨未能和队友 一起参加9月的比赛 但他也及时在社交网络上PO出图片 并写上中国世界杯2019 萨伯尼斯期待2019篮球世界杯 我喜欢代表我的国家参赛 我希望几星期前 我也能和他们一起打比赛 伯扬伯格达诺维奇书给了我们 哈哈 但是 明年暑假 我的目标是能在北京和队友们一起 小萨伯尼斯告诉腾讯体育 若能去中国那会很有趣 能够在如此大的舞台代表你的国家队 这感觉非常棒 小萨伯尼斯的父亲 阿维达斯萨伯尼斯 多次代表立陶宛赢的世界级奖牌 是立陶宛人民心中的英雄 这位被称为世界屋己的立陶宛球星 也是姚明心中的偶像 如今 老萨和家园时常出现 在步行者比赛的场边 为自己最小的儿子加油打气 年轻的小萨 目前的成绩虽然还不能和父亲相比 但是他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向父亲靠近 腾讯体育助影迪安娜特派源 增加询文